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舰队突袭上海 之后将兵力增加到9万 军舰80艘飞机300架 由此128事便爆发 一个月内 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但由于兵力 装备等差距 战场后退近100公里 自此 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 从918事变到128事变 日本清华的脚步 无限比进了 四年后的1936年11月 杭州梁主镇棋盘坟 一个年轻人整日徘徊在这里 此时池水已经枯竭 年轻人迫不及待地 趴在露出的土层中查看 而后 他做出了一个 未来将改变历史的冒险决定 战争阴云笼罩着杭州城 刻不容缓 这个名叫施心刚的年轻人 立刻向他供职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提出申请 不久 获疲正式的采决执照 考古发掘时间定为 1937年3月20日到6月20日 然而 清华日军的炮声日益破镜 施心羹早已心急如焚 他在1936年底两次 1937年3月8日至20日 连续三次 先斩后奏在梁祖进行了考古发掘 施心羹是梁祖镇人 梁祖位于杭州主城区西北方向 约20公里 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 自古经济富庶 人稳昌达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古武国 古越国 一颗争霸中原 南宋临安定都于此 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座高峰 明清至今 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但文化积淀非一日之功 杭州的繁荣起源于何时 当时还无从探知 捕育诗心羹成长的梁祖 原意为美丽的水中小舟 今天仍存的折柜桥 不仅常在的水乡折果的梦境 也是许多孩童曾经乐意游玩的地方 我祖父就从小出生这一位出来 原来就是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听我父亲说 祖父到梁祖这里进行调查 发现了几片 与宗不同流的铁骗 诗史英 如今是梁祖遗址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他一定传承着爷爷对梁祖的热爱 却不一定能想象诗心庚当年发掘良主的急迫 当时25岁的诗心庚 已是浙江省博物馆前身西湖博物馆 有着六年工作经验的地质工作者 随着足迹踏遍浙江山林 他越发激荡着对故土的守望之情 金华日军的铁蹄日益毕竟 山河破碎 故土文化如不奉力抢救研究 则将铁骨顽夫矣 诗心庚是这样想也是这么做的 他仔细端详着在棋盘粉地层中发现的黑色陶片 想起了几年前 中央研究院十余所发掘的一处重要的史前遗址 成子崖遗址 位于山东济南的成子崖遗址 发现于1928年 是中国新史记时代龙山文化的最早发现地 出土器物以黑桃闻名 正因为龙山黑桃的发现 让中国学者对当时盛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提出质疑 认为龙山黑桃于1921年 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发现的养勺彩桃 分属东西两个文化系统各有渊源 成子崖发现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为我们中国文化找到了另一个端序 又找到了另一个来源 两主与山东成子崖遗址一样 都位于中国东部 而且都是黑桃与石器 在同一地层中相伴出土 在研读了成子崖桃谷报告之后 狮心羹毛色顿开 这二者会不会有联系呢 狮心羹敏感的猜想 两主遗址的发现从横向上说 可能与成子崖存在传记关系 使中国新世纪时代龙山文化 传播到江南的意志 从纵向上说 他将浙江古代文化 至少上述至四千年以前 狮心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了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 狮心羹迅速在两主展开 抢救时发掘 调查范围更是遍及 两主镇周边几十公里 出土遗物包括陶庆 石器等等 数量多 种类集权 之后 他在一个月之内 就完成了包括五万字正文 一百多张图片的 两主报告清样 石器先生的工作呢 他是在中国考古学最初的 这一个发展的时期 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他这样的发现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是可以跟成嘴牙的发现 还有跟养勺的发现 可以相媲美的 然而正当两主报告 准备复印出版时 清华日军的炮声 隆隆而至 193708月 松户会战爆发 不久上海沦陷 杭州失守 出版事已被迫终断 诗心羹只好带着手稿 和发掘材料 随西湖博物馆 南迁至浙江瑞安 两主当地有一种竹 哪怕岩石间 只有一点缝隙 他都能穿岩而出 崩塌岩层 长成巨竹 所谓 损穿岩系 终成巨竹 抗日战争期间 浙江人如同巨竹 一般坚韧和勤奋 使诗心羹和同事们 在杭州失守后 仍始至不渝 馆长董玉茂多方奔走 筹措资金 诗心羹在瑞安 一边参加抗日 一边重新整理报告 终于在1938年秋天 两主报告 在上海印刷完成 在抗战的烽火中 诗心羹写下了 写下了报告的卷首语 吉尼此书 纪念我的故书 这本报告是随着 作者同样的命运 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 终于出版了 遥想这书的诞生地 两种以为敌人的狂言所毁灭 大好和善 为敌旗践踏而黯然变色 然而 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 可以征服的 历史明明告诉我们 正因为有渊源悠久 博大坚强的文化 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 更要以最大的努力 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 不使回损好理 才可使每一个人 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遗憾的是 报告刚刚出版 诗心羹于1939年5月 在瑞安因病去世 年仅28岁 他再次到梁主发掘的期望 和那未完成的梦想 只能留待后人去实现了 无论战争 离乱 还是贫困 都无法阻断已经开始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 中华文化的考古寻根 最少人关注 1983年的夏天 难得的微风吹散闷热 40岁的王明达 却心绪难平 因为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 诗心羹近半个世纪前 写的那本考古报告 梁主 原来报告在战乱中出版后 一直封存在库房 未曾公开发行 直到后来 浙江省博物馆在清理库房时 这本命运多串的报告 才终得重见天日 作为梁主第二代的考古人 王明达蒙生出一种深深的责任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 诗心羹当年在梁主的发掘 毕竟只是一种初步的考察和研究 时过境迁 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长江下游 江浙湖地区发掘的几株遗址 已经让人们认识到 梁主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而且许多石器 如梨形器 三角形石刀等 在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中 未曾见过 1959年 著名考古学家夏奈 正式提出了梁主文化的命名 梁主文化从此有了独立的地位 但它究竟具有怎样的特质 分布范围多大 发展程度如何 还有太多的问题 当代后人去探索 眼前 王明达就有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 1973年 在梁主东北160公里外的苏州东郊草席山 考古人员在一组墓葬中 发现了一批梁主石器的古陶器 令人洗出望外的事 和这些陶器同时出土的 还有玉器 这是梁主玉器 第一次成祖出现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中 尤其是之前 一直被误认为周汉古玉的玉丛 竟然与梁主陶器 同出一幕 有关梁主文化的谜团 居然从梁主外围 被掀开了面纱 在这个里头发现的玉壁有两件 玉丛有四件 那么既然壁跟丛 跟这个梁主文化的淘气 它是一块共成的 那就说明它是同事的 无独有偶 几年后在草茄山遗址 西北一百多公里的江苏省长州市 考古人员又在四顿遗址中 发现了更多梁主石器的玉器 仅三号墓就出土玉丛33件 几乎同时 在上海青浦区福泉山遗址中 也出土了一批随藏丛 碧月等高等级玉器的大墓 在世界文明史中 玉石文化只有在中华文明中 具有崇高尊贵 而又连绵不断的影响力 它体现着华夏民族名利首信 纯朴温润的文化气质 而梁主文化的玉器不仅数量多 气形大 并且雕琢精美 行制考究 可以想见 它极有可能是一支发达的史前文化 与江苏上海陆续发现 梁主大墓的热闹相比 最早发现梁主遗存的浙江梁主 平遥 安西一带 却波澜不惊 一直没有重大发现 有人甚至怀疑 梁主文化的核心区 本来就不在梁主 对此 汪明达心有不甘 梁主义是哪里 具体在哪里 1981年的年底 到1982年的年初 我带了八位年轻人 一路走 一路找 原来施星庚先生是13个地点 那我们81年到82年的调查 又新发现了20多处地点 所以加起来 接近50处地点了 王明达和同事 在梁主周围 约3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耐心寻找了两年 他从施星庚的报告中 不断汲取信心 就在王明达调查 梁主遗址的同时 1981年 著名考古学家苏炳奇 总结全国各地 已经发现的上千处 史前遗址发表文章 他将中国人口秘籍区的 古代文化分为六大曲行 以燕山南北 长长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 以关中 近南 玉西为重心的中原 以环泰湖为重心的东南部 以环洞提湖 与四川盆地为重心的西南部 以浦阳湖 诸江三角洲一线 为中轴的南方 六大屈膝的史前文化 在大约一万年前 就呈现出各自独有的特点 各有渊源 自成普性 这一理论 打破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论 和黄河中心说 并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 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 苏炳奇 曲细类型论的发表 给了王明达更大的信心 他曾在七十年代后期 参与发掘了 浙江渝瑶和姆渡遗址 和杭州渝航无家部遗址 尤其是无家部遗址的发掘 已经可以清晰地触摸到 与和姆渡文化几乎同时的 距今七千年的马家邦文化 到大约距今六千年的松泽文化 再到梁渡文化的发展脉络 那时引入中国不久的 碳十四测原技术显示 梁渡文化的存续时间 为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三百年 长达一千年 王明达几乎可以肯定 在新世纪时代 长江下游的时间文化 一定非必寻常 我们现在走着这条路的原有的路 就是从杭州进京的所谓关道 原来是条很窄的小路 八十多年前吧 施星庚先生就做这里的调查和考古发掘 无数个日夜 王明达徘徊在施星庚生前一直牵挂的故乡 梁渡 梁渡先民五千多年前就在这里生活 今天江南泛道耕鱼的生活 其实甚至早于五千年前 梁渡先人将耕作建筑手作 支持制度精神 风物人情 传承给后人 融入民族的生命与荣光 王明达相信在梁渡一定会有贵族大墓出现 1986年3月 王明达忽然接到报告 一家工厂要在平遥镇的返山上取土 这些土山土质均匀没有乱石 很适合做建筑材料 但考古人员早就发现 江苏上海的两组高档级墓葬 几乎都建在人工堆住的高台上 而返山正是一座大型高台 如果是人工堆住的 就必有玄机 当时来看了之后就判断是个索徒队 索徒队的概念就是索徒金日塔 84年的时候 苏兵齐先生把这种 人工堆建了一个土包子一样的 上面埋藏两组墓葬 称之为土著金日塔 我们江南太湖流域 不止山就是墩 能够埋藏在这些土著金日塔上面的 我的看法都是大大小小的贵族 很快 工厂取土被叫停 两个月后 经上级批准 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王明达担任领队 然而刮了二十天 考古人员只发现了几座汉代小物 继续下滑一米 还是空空如也 难道判断失误 王明达顶住压力 没有放弃 一米一的时候 我一个技工叫陈远南 他突然之间 从一米一的地方爬下来 手里脱了一块土 土里上头有红的 还有白的点 红的白的 其实现在就是欠玉切碑 硬的 绝对是玉器 两种文化的命名地 终于也出土了成祖玉器 而且不出则已 亦出惊人 尽管江南阴雨潮湿 墓中尸骨腐朽难存 但陪葬的玉器却保存完好 考古所兴奋之余 立刻增加人手 其中一位名叫刘斌的年轻人 刚满二十五岁 和施心羹在两主考古时 恰好同岁 光东西开始露头清的话 好像是清了三天时间 就是你都不停下来 就让人进去 整个返山高于四米 东西长九十米 南北宽三十米 共发现十一座贵族墓 他们按南北分裂两排 王力达安排刘斌清理的 是南排居中的十二号墓 令人震惊 这座墓是所有两种墓葬中 随葬最为丰富 等级最高的墓 共出土器物一千二百多件 其中玉器就有一千一百多件 这一天 一件最具标志性的大型玉器 被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 反正这个十二号墓这个玉丛王 那么当拿出来的时候 搬不动还这么重 才知道这个很重 十三斤重 在此前出土的两种玉器中 玉丛并不少见 但如此体量 如此精美的玉丛 还是首次发现 玉丛四周刻画着半人半兽 栩栩如生的原始神辉 令考古人员嘖嘖称起 被誉为玉丛王 原来对于五千年前 这个人到底什么样子 完全没有概念 对不对 你都是受面啊 都是什么 你突然说发现一个人的样子 胳膊手啊都很好 只不过脸不太痒 脸像戴了个面具 你突然觉得见到两株人了 这个感觉 接着 刘斌又从十二号墓中提取出一件大型玉丛 玉丛的刃脚同样特有完整的神辉 细致入微 毫发必谢 被称为玉丛王 玉丛和玉丛王同出一幕 在已出土的两株墓中 在已出土的两株墓中 独一无二 而且神人寿命如同足灰一样出现于多件玉器之上 那么这座墓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考古人员不由地被震惊了 周里中说 苍必礼天 皇从礼地 可见 玉碧玉从都是祭祀用的礼器 用以沟通天地而拥有他们的人 必定掌握着祭祀大权 宫生的使者是乌 这乌者应该是他那个群体里头的得者 智者 他只有这样的身份 他才能够把身的意志替天说话 让大众信服 而岳 行四府 石府是古人类最常见的兵器 随后 逐渐演化为军权的象征 变成首领首中的权杖 有学者认为 甲骨文中的王字 正是府月的象形 而玉从与玉月上的神灰 表露他们 分别作为是神之气 和王者之气的作用 也就是说 反山十二号墓的墓主人 既是专门的大巫师 也是掌握军权的大首领 他的身份 甚至超越了之前发现的所有两主贵族墓葬的重人 是其权力 财富和通神的威力于一身 一乎百姓的两主贵族最高首领 考古人远由此确信 反山陆区应该就是两主鼎盛时期的亡灵所在 而且学者们发现 将这户地区出土的所有两种高档级玉器 其文士表现的都是玉从王上的神灰 学者们由此推断 两种部族已经有了统一的精神信仰 两种文化的核心区也因此回到了诗心耕最早关注的区域 如今的刘斌已经不再年轻 他现在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但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 是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度过的 自从1985年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 刘斌在浙江从事考古发掘研究 已三十多年 对于两种考古人来说 发现并尽可能地复原一个完整的两种社会 是他们毕生的信念 当年当刘斌捧起返山御从王时 就曾想象这位至尊王者 生前出入的殿堂会是怎样呢 在返山墓地发现六年后的1992年 在立墓地仅有几百米的墨角山 考古人员果然发现了一处数万平方米的大型堆土基址 清理出多排大型筑坑 墨角山呢 它是沿着当年这样一个斜坡的地来堆的 所以它东头的人工堆的高度呢 有十二米高 西头呢也就有三两三米 那么上面的这个大墨角山呢 就再加高了四米 大概十六米 在这片台际上有三座高台 大墨角山 小墨角山和乌龟山 从筑坑上推断 最大的建筑在大墨角山上 碳十四侧年显示 它和返山墓地 同属于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两株早期 因此这里应该就是两株王族们的宫殿区 当年发掘完墨角山遗址 刘斌就想 墨角山宫殿区西北方几百名处 就是返山王陵 不远处有摇山 惠关山祭坛 北边有两株人的防洪地 很显然 形成了一个以墨角山为中心的 高等级遗址群 而结合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 整个两种文化的分布范围 涉及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 包括浙江北部的唐家湖平原 江苏南部的苏州 无锡 长州一县 以及上海西部 面积约三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 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史前部落的范畴 那么两种文化究竟是否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了呢 考古学家苏炳奇在发表了古代文化区系类型论之后 又提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 也就是说 中国六大区系的古代文化 发展虽有先后快慢 但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 文明的火花 游如满天星斗在各地闪现 就在此时 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开始频繁交汇 他们游如满天星斗 争取斗烟 成前起后斗转新 共同缔造出水路交融 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 � 되고 孙舰教教教育 各性发展为主 平凡交汇 就相互之间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就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最早的中国 生活认同这些中国 Dol��於是认同我是西庄文明 五千,千年 五百年前后 那一段 张光直先生呢 把他叫做 《中国相互作用圈》 因为 SHE VICE 就是在这个文化圈的基础上 形成的 梁祖文化可以说是 中国相互作用圈 第一个灿烂的结晶 五千多年前 在中国的史前文化 经历了大转折之后 分布于长江下游的梁祖文化 究竟会是一颗 怎样的文化结晶呢 站在墨角山顶 这里既是天地之中 也是至高之处 刘斌仿佛能感觉到 当年梁祖之王 站在这里时的豪迈 自1936年起 四代考古人 赌制功行八十年 终于大致还原出 五千多年前 长江下游一批鲜民的生活方式 和生存状态 如果没有考古 我们完全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伟大的 这么一群人 做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事情 从改写长江下游 从改写长江下游历史的黑桃 到轰动全国的亡灵 玉器 再到震惊世界的古城 和水利工程 梁祖遗址的考古发现 一次次刷新了学界 和社会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现在能够发现的 从考古发现 证明那么有代表性的 现在只有梁祖能够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 梁祖文化 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存在于五千三百到四千三百年前 分布于环太湖流域的 三万六千多平方千米内 其中心是位于杭州西北 十八千米处的梁祖遗址 为什么说梁祖遗址 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这要从一座亡灵讲起 这个被顶棚遮盖着的地方 是返山墓地 返山墓地 东西长约九十米 南北宽约三十米 高出周围地面五六米 考古人员原址复原了 整个发掘现场 返山墓地发现于1986年 共清理出十一座 梁祖文化时期的墓葬 出土遗物一千二百七十三建组 单建玉器数量超过三千五百建 是已发掘的梁祖墓地中 出土玉器数量最多 品种最丰富 雕琢最精美 玉智最佳的 是梁祖早期一座亡灵级别的贵族墓地 其中最令人择舌的是十二号大墓 返山的十一座墓葬分为南北两派 十二号墓位于南派中央位置 即使不计玉历和玉片 随葬玉器也有六百四十七建 是梁祖文化千年历史中罕见的顶级大墓 如果说返山墓地的主人都是五千年前的权贵 那么十二号大墓的墓主 显然是更加显赫的人物 他是谁 他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刘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五千年并不遥远 穿过那间宋代九四的残垣断壁 从汉代人的墓地经过 我们便渴望见五千年前的篝火 这是爱好文学的刘斌 在梁祖工地写下的诗句 于他而言 那熊熊篝火的第一缕火苗 便是返山十二号墓 1985年 刘斌自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 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次年 刘斌便跟随牟永炕 王明达等前辈 参与了返山的考古发掘 十二号大墓的发掘和整理 就是由他负责的 返山十二号墓是返山挖道的第一个梁祖墓 前面的十一个墓是汉墓 所以它的编号虽然十二号 但是它是第一个梁祖墓 这个也是到目前为止 梁祖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墓藏 那么出土了最高级的玉丛跟玉月 丛是梁祖人创造的气形 是梁祖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 成筑体 有色孔 多为内缘外方 丛身有文饰 大小高低不一 现有考古资料证明 玉丛的有无以及精美与否 是判断一座两主墓藏级别的主要标志 关于玉丛的功能 众说纷纭 但有一种观点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认可 玉丛应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祭祀礼器 为少数巫师和首领所拥有 返山十二号大墓 共出土六件玉丛 是出土玉丛最多的两主墓藏 其中 这一件被称为玉丛王 玉丛王通高八点九厘米 重约六点五千克 是迄今为止 雕琢最精美 品质最佳 体量最大的两主玉丛 顾德明 丛王的四个脚和四面植槽上 都刻有两主神人兽面相 彰显其王者地位的 是植槽上的八幅全形神人兽面相 他刻一个人 这个人戴一个大帽子 然后眼睛鼻子嘴巴都清清丑丑 然后两个胳膊这么放着 每一个手的指甲个儿 他还给你刻出来了 全形的神人兽面相 高约三厘米 宽约四厘米 被称为两主文化的神灰 神人的脸做倒梯形 头戴戒字形官帽 官帽上刻画放射状雨线 称为雨关 内层为帽 填刻螺旋线 以横长线再加直短线分割 表示牙齿 虫圈为眼 宽鼻阔嘴 神人耸肩 屏蔽 弯肘 五指平章 位于授面大眼斜上侧 在神人的胸腹部 以浅浮雕突出微眼的授面纹 同样的虫圈大眼 宽鼻阔嘴 以小三角表示牙齿 两侧外身两对獠牙 下肢做蹲矩状 鸟形爪 玉丛王上面的神灰图案 那么这个是两主文化发现的 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神灰图案 考古发现证明 在两主文化近一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神灰贯穿始终 并在整个文化分布区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不同时期 不同墓地 不同器物上的神灰 虽有繁荣 简约之分 但元素和构成基本一致 由此 专家推断 两主人在很大的时空范围内 秉承了统一的信仰 并由此建立起了强烈的归属感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神灰及其所代表的信仰系统 是在梁祖早期快速形成的 这个神像就肯定是最高层 这个先设计的 设计了它马上就一下子 推行起来了 不是说 某一个地方做了 辐射给太湖周围 也就是说 神人寿面相的出现和神格化 都是人为设计和推动的 这种力量来自一个 在整个梁祖文化分布区 拥有绝对权威的顶层权力 就新石器时代而言 这种顶层权力很容易和神权对等 但包括世界著名考古学家 柯林伦福儒在内的一些专家认为 神人寿面相可能是社会性的 而不是宗教性的 这意味着神灰也有可能是族灰 甚至更大社群共同体的标志 返山墓地的考古发现 令学界不仅对神人寿面相 有了全新的解读 甚至对梁祖玉器的认识 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梁祖时期 玉石亦是稀有的资源 随葬玉器的数量 品质 种类 不仅代表了牧主人的身份地位 而且反映出私有质产生 贫富分化 阶层出现等社会现状 返山墓地 是迄今发现的等级最高的 梁祖贵族墓地 通过比较研究 专家们发现 以返山墓地主人 为代表的梁祖上层社会 表现出对玉器使用的强烈 且明确的制度性 这是棺状器 一个墓葬中最多只有一件 绝大多数棺状器顶端中间有凸起 很容易和梁祖神辉的戒字型棺帽 联系起来 但棺状器真正的功用 却长期没有定论 1999年 在浙江海盐周家邦遗址 发现了完整镶嵌在 象牙梳上的棺状器 谜团终于解开 棺状器及玉梳背 下端的笋头 可以嵌入梳子顶端的凹槽内 棺状器的笋头和梳子凹槽的槽臂 皆有穿孔 横向加以固定后 即可插带在头上 那么你把神像的帽子 做一个玉的戴在头上 那你必然你是神的代言人 你跟神有关 也就是说 随葬棺状器的牧主人 应该是大巫师或首领一级的人物 这种半圆形式 为四件一组共处 背面有碎孔 专家推测 成组半圆形式 应该是等距离缝坠在皮革等载体上 作为权贵的额式 成组锥形器 只见于男性权贵墓葬 大多出土于牧主人头部附近 专家推测 成组锥形器 应该是通过锥形器底部的损 卯销在有机制载体上 作为头饰使用 旧现有考古材料看 除极少数特例外 成组锥形器 均以基数出土 少则三件 多则十一件 数量与牧主人的等级和地位 直接相关 可以说 成组锥形器 是两组男性特有的 明确的身份标识物 黄是两组女性权贵的身份标识 这是返山十四号木出土的一套组合器 起初 这三件玉器并没有被联系在一起 直到考古人员 在他们之间 整理出了九十六颗玉粒 根据这些玉粒 专家复原了屏蔽的形状 及其安装形式 终于 一种两组文化特有的组合器 玉月杖呈现在世人面前 月貌犹如纵向对折的观状器 是神灰神泉的象征 玉月并非实用器 而是君权王权的象征 专家认为 这种月貌安装在玉月之上的权杖 象征着王权神兽的理念 意义重大 无怪玉月权杖 仅建于极少数两组男性权贵墓葬 且一目只有一见 根据考古材料推断 两主人已经在通过 对玉器的品质、数量、种类、组合、形质、文样的控制和分配 标识社会身份、规范社会等级 两主时期呢 它出现了非常明确的标志身份的这样的玉离器系统 一个非常有体系的 非常精细化的一个玉离器的一个一套体系 两主玉离器对后世理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而理智是等级的物化 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 遥想那个以玉为尊的年代 遥想藏礼于器的传统已经开启的两主社会 返山十二号大墓主人的身份呼之欲出 两主玉月通常是素器 只有返山十二号大墓出土的月王 刻有且两面都刻有两主神灰和鸟纹 在已发现的两主玉丛中 只有丛王在丛体外围八个方向上都刻有两主神灰 也只有丛王刻有全形神灰 在漫长的两主历史中 神灰贯穿时钟 而发现神灰数量最多的是返山十二号墓 从隋葬品看 返山十二号大墓的主人既是左右神灵的大物 又有着强大的世俗权力 身份无比尊贵 很可能是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王者 如果返山十二号墓的主人是一位王者 就应该存在着一个与其王者身份匹配的生前活动区域 即王宫 如果找不到王宫 王者的身份便也存疑了 东南距返山墓地一百米的这个土台 在一些人眼里 比返山亡陵出土的玉器更加珍贵 我记得是2012年的2月6号 我当时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徐书记 他送我到这里梁祖官回来上任的时候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这个博物馆里的器物 那些玉器、陶器固然很重要 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那就是在墨角山上 你只去说那一堆黄土 墨角山 名为山 实则是一个人工堆住的长方形土台 1987年 104国道渔航段动工拓宽 在公路两侧 发现了大量火烧过的土坯 这些土坯引导考古专家 发现了海拔16到18米 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墨角山 墨角山土台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它和埋葬在返山的王族又有什么关系 伴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 更多的细节被揭示出来 墨角山上有大墨角山 小墨角山 乌龟山三个台积 三者呈品字形排布 大墨角山 小墨角山 乌龟山之间 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沙土广场 面积近7万平方米 以一层沙一层泥交错夯柱而成 夯柱厚度一般为30到60厘米 最厚处为130厘米 质地坚硬制作考究 墨角山上现已发现35个不同时期的房屋台积 面积从200平方米到900平方米不等 五千多年过去 墨角山上的房屋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 只残留这些不起眼的基槽和柱坑 墨角山上的柱坑直径多为50到90厘米 甚至有直径达1.25米的柱坑 从台积面积 柱坑规模和柱坑间距可以推算 墨角山上曾经矗立着怎样恢弘的建筑 这样的建筑作为两主王的宫殿是匹配的 要知道故宫中和殿只有580平方米 宝和殿也不过1200多平方米 但仅凭这些台积和柱坑 推算结果越令人惊叹 也就越让人心生疑虑 这里是墨角山东坡 中加港古河道 考古人员正在进行发掘 2017年 考古人员在河道堆积中 发掘出了加工过的两主时期的木头 由于不清楚其来历和用途 故笼统地称之为木构建 楼出来了三根 全出来的这个大概有14.6米 宽度差不多42到48厘米左右 厚度最厚的地方28厘米 东边那个圆的 头上直径差不多接近60厘米 根据我自己了解的信息来看 我们全中国就是史前时期 就是新时期时代 以前好像是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木头 考古人员曾经在中加港两岸 发现了玉石器 漆木器 骨脚器的加工遗址 发掘出大量的半成品 下脚料 工具和生活垃圾 由此可见 中加港是5000年前 一宫一居的家庭作坊区 贯穿作坊区的中加港 出土了大型木构建 和中加港 比邻的墨角山上 有匹配的柱坑 这一切显然不是巧合 专家推断 中加港应该是 木料运往墨角山时 停靠的码头 可能还是木头加工 或粗加工的地方 这些或平整方直 或浑圆笔挺的大型木构建 应该是营造墨角山上 大型建筑的梁柱材料 墨角山上耸立的 应该是梁柱最高等级的建筑 换言之 墨角山应该就是 反山十二号大墓主人 生前居住活动的地方 是梁主王的王宫 或彼时的神殿 宫殿区的西北方向 亡灵近在咫尺 墨角山东北五千米处的 这个小土丘 是摇山遗址 发现了两主文化祭坛 和贵族墓地 在西距墨角山七千米的惠观山 发现了和摇山行制相似的 祭坛和贵族墓地 重量级的遗址如此密集的分布 引发了专家的猜想 九十年代初 我们就提出来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梁主文化的 一个重要的核心区 东起梁主镇 西到平遥镇 北至大遮山南路 南到梁主港 梁主遗址最初的范围 就是根据这个核心区 划定的 2002年 为了配合梁主遗址 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 为规划提供考古依据 刘斌及其同仁 开始对梁主遗址 进行新一轮调查 不知道是第几次 登上墨角山时 不知道是第几番 梦回梁主时 就在某个瞬间 刘斌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墨角山作为梁主的宫殿区 它南面到南面的山 跟到北面的山 几乎是等距离的 那么我想这个 在古人的概念里边 它这个一定是一个 以这样一个自然地理单元 为选择 那么所以当时我提出来说 这个保护区必须要划大 要调整保护区 要南面 北面的也要划到山 南面也要划到山 保护区的南面 也要划到山 意味着 梁主遗址保护范围的南界 要从梁主港 移到大雄山北路 涉及数十平方千米 出人意料的是 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 也没有新的考古进展的情况下 杭州市渔航区政府 毅然将梁主遗址的保护范围 从33.8平方千米 扩大到42平方千米 南界一致新国道县 虽未达大雄山 但这8.2平方千米 对于寸土寸金的杭州而言 已属难能可贵 这个文物保护 在有的时候 是跟经济社会发展 是有矛盾的 是要矛盾的 如何摆正位置 处理好这种关系 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有个情怀 要有对梁主遗址 重大架势的认识 这些高低不平 大小不一 分布散乱的石头 看似其貌不扬 却是梁主遗址 名副其实的宝贝 如果不是保护区范围扩大 梁主港以南条形高地下埋藏的这些宝贝 也许早已不复存在 2006年 为了安置梁主遗址核心区的搬迁农物 陶谷队在渔航平遥葡萄饭村配合发掘 其间发现了一条梁主文化石器的南北向壕沟 壕沟的东岸是一处高地 为了确定其性质 考古人员对高地进行了解剖 在距离地表三米多深的地方 发现了一层石块 根据石块的形状和地质环境判断 这些石块是人为搬运过来的基石 我在想它会不会是保卫墨角山的一个大堤呢 那它会不会是保卫反山的这样一个大堤呢 因为现在的东条西呢 是我们杭州的抗洪的一个重点 每年只要到了洪水季节 到了雨季 这个地方都会有洪水的威胁 那么由此我想到 这个古人也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所以修了这样的一个大堤 那么会来保卫它的一个核心区 但是葡萄饭发现的南北向高地 和墨角山西侧平行 从位置关系上看 高地也有可能是守卫墨角山的城墙 那么史前考古呢 我们是未知的 未知的都在地下 你不知道它底下是什么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史前考古呢 是张成培先生说过 就是说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 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一个苗头的时候 当你发现一个事情 那么你要去设想 所以呢 2006年发现这样一个苗头 那么根据我的推测呢 我就向国家文具申请 2007年做一个全面的调查 沿着2006年发现的 那么向南北钻探 2007年上半年 考古人员揭露了一条南起凤山 北到调西 宽约六十米 长一千多米的遗迹 确认了遗迹 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 而且在遗迹内外两侧 都发现了壕沟 2007年9月 考古人员确认了 从调西大堤到至山的八百多米长的墙体 但仍然无法确定 其究竟是城墙还是调西大堤 因为这段遗迹 与北面调西是平行的 2007年10月1日 新一轮钻探开始 陶谷队设定了三条路线 一是从至山出发 沿调西一路向东北 如有发现 便可证明是调西大堤 二是从至山向南钻探 把至山设定为城墙的东北转角 三是从前山向南钻探 把前山设定为城墙的东北转角 最终 在至山以南 发现了以石头为地基的条形高地 至此可以断定 这些高地的性质是城墙而非大地 2007年11月 在梁竹港以南 约200米处发现了南城墙 从而确认了四面为和的成员结构 被历史的泥沙淹没了四千多年的梁竹古城 终于重现于世 这个彻底超出了我们原有的想象 我们原来认为这个墨角山遗址 墨角山宫殿区 这个三十万平米 已经是很大的遗址 很大的城了 那么现在后来我找到的这个梁竹古城 那么它有三百万平米 三百万平米 这个南北有一千九百米 东西有一千七百米 那么三百万平米 就是四个故宫那么大 这个呢就是完全超出考古界原有的认识 梁竹古城的发现震惊学界 这个巨大而封闭的土石遗迹 在结构 选材 堆筑工艺 堆筑时间上 都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除了城墙 没有其他可能 沧海桑田 梁竹古城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 但北城墙东段的这一小部分 仍然清晰地诠释着家河筑城的结构 这种结构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极为普遍 除了内外城河 古城内还有五十多条古河道 四面城墙上各设两道水门 八个水门将内外水路连通起来 整个梁竹古城便犹如一座水城 想来 中家港出土的大型木构构建和四面城墙下数量庞大的基石 便是经由水路进城并运达指定地点的 梁竹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梁竹文化时期城市 是迄今为止 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 营建最为考究的古城 城墙发现 古城确认后 梁竹遗址考古进入全新的都议考古阶段 梁竹古城发现之后 对梁竹要提到一个都议性城市的认识 这个就牵扯到的问题呢 就不仅仅是我们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 挖个木葬挖个小遗址那么简单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遗址所在 他的整个的环境 那么古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那么这个不是某一个人的知识所提 必须多学科的合作 施石英 两主遗址管理所巡查员 负责遗址的日常巡查和保护 每日走村串户 最多的时候 一年要驱车两万多千米 施石英从小在林场长大 最大的愿望是寄情山水 1994年 两主博物馆开馆 是施石英生活的转折点 也是施石英和他素未谋面的祖父的命运交叉点 我94年进博物馆的 在05年正式调入那个遗址管理所 一个老领导曾经跟我说过 你爷爷发现了两组文化 作为孙辈 你一定要保护好两组遗址 保护好两组文化 1937年12月24日 杭州沦陷 西湖博物馆被迫内签 其中一位馆员除了必要的行礼 还带了一份五万字的手稿 这个年轻人就是施石英的祖父施新庚 颠沛流离中 他不仁舍弃的是两组考古报告手稿 杭州人线了 那么这个印刷了 这个出版这个报告的印刷了 就是中断了 内签过程当中的那个董馆长觉得 这个是一个 因为他觉得我们这南方地区 发现这个一个古文化 觉得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如果说这些战乱 如果说消失殆尽 很可惜 就是他就是要求我祖父把原来的 保存的手稿进行整理以后 派那个中国艺先生坐船到上海去运刷 中国一绕道温州 抵达业已沦陷的上海 1938年 梁主航县第二区黑桃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出版 这是第一部梁主文化遗址考古报告 施行更在卷首语中这样写道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这广袤的土地 创下了标顶千秋的文化 我们今日追溯过去 应当如何兴兴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战火纷飞之时 性命尚且堪余 一本考古报告却能问世 造就奇迹的是卷首语中流露出的责任和情怀 这责任和情怀影响了每一个梁主考古人 让他们惊得住喧嚣耐得住寂寞 让他们在考古工作中 更主动 更开放 2006年 也就是施行庚发现梁主遗址 整整七十年后 遗址范围内发现城墙遗迹 次年 梁主古城的存在得到确认 规模宏大的古城 足以改写历史吗 在重大的发现和巨大的疑惑面前 梁主考古人员的考古思路和考古方法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梁主古城发现之后 对梁主要提到一个都一性城市的认识 我们现在的考古也不是以往的 我们只注重文物本身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 那么这个遗址所在 它的整个的环境 那么古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随着考古思路和考古方法的转变 考古工作站的人员构成 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0607年呢 我们那个时候就三个人 就刘斌老师 当时再加上两个技工 现在我们考古所里面 公共站里面除了这个 原来我们一般 像我们这种都是做天野考古嘛 做考古发掘 然后最近几年呢 就增加了这个动物考古 植物考古 文物保护 盐矿考古 有这么一些多学科的人才进来了 进入都一考古阶段 考古不再是被动的发掘 需要更多主动的探索 考古不再是挖宝建宝 而是对环境 资源 历史 社会的全方位研究 这不是单一的考古学能够完成的 多学科的交叉 碰撞 让两主遗址考古 迎来了成果最丰硕的十年 和改写历史的重大发现 这里是两主遗址的南城墙 地质学家董传万和考古队的九龄后 基祥正在对石块进行采样 这些石块被称为铺垫石 是两主城墙的基础 两主古城的发现 这些铺垫石功不可没 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深度合作 也始于这些石头 据统计 两主城墙下的铺垫石 总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 专家对四面城墙五条探钩 共计一万零五百二十六块铺垫石的 岩性和形貌 进行了全面鉴定和测量 并与周边山体的岩石 进行了逐一比对 这个工作链那是乡哪个 把这个地方的整个山山 每一个山山这些石头的 岩石的性质 就是岩性 它是什么岩石 都全部把它搞清楚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搞清楚 两边对比 就说明这一块石头 是从哪柱山 或者哪个坡 那个把它这个石 整到这里来的 通过跨学科合作 一些单纯依靠考古学 无法揭示的真相显现出来 绝大部分铺垫石 是刺棱和刺原状 表明它们没有受过河流的磨石 也非直接开采自基岩 应是采集自冲钩和坡脚的散石 结合勘探结果 地质钻孔材料 摇杆技术和地形分析 地质学家创造性地复原了 梁祖古城及周边的古水系 确认了主要石原区 推测出了运输路径 考古学家通过对铺垫石的采集 运输 铺装等流程 进行模拟复原 推定出当时的运输工具 为20根竹子的竹筏 推算出梁祖城墙铺垫石的总工程量 大约为8.4万工 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到人的行为 那我们没有文字 梁祖没有文字 通过这些种种的多学科的研究 可能是目前我们史前考古 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 能做出研究向前推进 向深入推进的一个最重要的作法 王宁远 梁祖遗址考古工作站里的激情派和科技控 50岁的年龄 20岁的经历 10岁的好奇心 对于了解和学习新知识 新技术 把这些知识和技术 与考古结合 他乐此不疲 09年的时候 在成都 有一个哈佛和北京大学 有个培训班 那个培训班呢 是做那个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培训 我们单位其实 没有专门做祭祀的人 然后呢 派一个谁去呢 然后就派我去 因为我喜欢这个 我本人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传统考古出身的人 但是我对这些东西有点兴趣 然后就派我去 技术方法里面有一种 做数字高层模型 做数字高层模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这个数字地图 然后相当于你不同等高线嘛 相当于用计算机 把不同的等高线 涂上不同的颜色 这种技术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彻底改变了 我们这边的工作模式的一种技术 太湖平原地区的史前遗址 多为人工堆住的高墩 鲜民堆住的高墩 往往会被后人继续加高沿用 使得该区域的地貌 5000年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因此非常适合用数字高层模型 来寻找本地的人工堆住遗迹 培训期间 王宁远便尝试制作 两组古城数字高层模型 不料却有惊人的发现 这是我们第一次用梁祖的地图 做出梁祖这边的数字高层模型 结果一做完 所有人当时就看见了 说这个城墙外面有东西 有一个框子 这个由长条形遗址 断续相接而成的矿形结构 就是梁祖的外锅 那么这个外锅城的总面积 有6到8平方公里 它的西北角 因为现在的平遥镇 还有这个条西的原因 做的不是非常详细 同时期来讲梁祖是最大的 后来除了汉代以后 在此之前的话 梁祖也是最大的 5000年前的城址 规模如此之巨 其性质不免引发猜测 一个奇怪的现象 让结论清晰起来 我们对梁祖古城的城内 包括外锅所包围的 6点几平方公里内 我们是经过非常详细地勘探的 就是洛阳产都装到了 里边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道具 与此同时 考古人员在外锅城的美人地 墨角山的东侧和南侧等多个地点 发现了少则数万斤 多则数十万斤的碳化稻谷 也就是说 比实的梁祖不仅倒作农业发达 且已有了城乡分别 同位素测定显示 梁祖古城内发现的碳化稻米 来自不同的产地 很难想象 这些来自不同产地 数量庞大的粮食 是完全依靠平等互惠的原则 交换获得的 专家推断 梁祖很可能已经产生了 类似共富的征收手段 这种征收手段 已经属于国家行为 这个国家很可能控制着 整个梁祖文化区 梁祖古城则是 当之无愧的都城 但是从地理位置上讲 梁祖古城并不在 整个梁祖文化分布区的中心 甚至可以说偏僻 梁祖先民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 筑城建都呢 你想当时一个首都性的城市 它要选一个各种 资源能重叠的地方 梁祖这里就是一个 能重叠的地方 梁祖古城所在 不仅周围资源丰富 而且三面环山 东望平原 南以梁祖港 北望东调西 以山为锅 以水为路 攻守自如 交通便捷 安全而不避色 选择在这里建成定都 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但另一个地理上的烈士 却和这深思熟虑相悖 梁祖古城 位于北部大遮山 和南部大雄山之间的谷地 是在一片潜水沼泽中拔地而起的 为何不远离沼泽 哪怕是往北部地势更高的地方移动一些呢 这里是老虎岭 从某些角度看 壮似雅铃 说是岭 其实只有两头稍高的地方是自然山体 中间凹下的部分是人工堆住而成 最先被发现的这类岭 是老虎岭旁边的港宫岭 那是2009年年末的事情 那么那个地方由于这个渠土 那么发现了这个人工堆住的水坝 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10年的春节 那么有我们这里这个暴雨 这个春节这个雨比较多 那么把那个取土的断面冲出来这个草包 冲出来草包我去看了 我觉得这个工艺应该是两组的 不是后来 那么后来就取那个草包的那个草 去到北大做碳14测年 那么测出来4900年测了好几个样都一样 这个一下子就我们就很兴奋 这个发现两组时期的水坝 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 又在港宫岭的西面发现了五条水坝 自东往西依次为老虎岭 周家范 秋雾 石雾和密封弄 这六条水坝看似一组 但确切的用途是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了考古团队一年之久 两组考古工作站会议室里挂着的这张卫星照片 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 这张照片 西启旗游航摆帐 东到海宁许村 北达超山北侧 南部覆盖简桥机场 所设范围近1000平方千米 2011年年初 两组考古工作站 获得这张卫星照片 一个操作失误带来了意外发现 我们当时为了在这个高坝系统 寻找寻找 就是我们这个卫片去找找看 有没有落下的那个坝 结果呢 把这个图推得太往上了一点 相当于我们是焦点找错了 结果很意外的 就直接发现了这个一个鲤山的坝体 因为那个坝体有400米长 两头山是圆圆的 中间长长的坝像一个杠铃 像一个杠铃中间的一个把手 所以就特别明显 然后发现以后呢 我们马上叫一个寄工去 拿一个洛阳铲去钻 这个寄工钻了两天 直接就发现了三条 除了这条以外 左边右边还各自有 这三条水坝分别为 鲤鱼山 观山 狮子山 十几个月后 发现了最南端的一条水坝 梧桐弄 和之前发现的六条水坝相比 这四条水坝的高层较低 因此它们分别被称为高坝和低坝 低坝的发现 让考古人员想起了一处 发现于1987年 但一直无法定性的人工堆注 北距梁竹古城两千米 靠近大遮山山脚的地方 横跟着一条狭长的土丘 当地人称之为唐山 考古学家称之为山前长堤 唐山全长五千米 中间有一段是南北双层结构 早在1987年 老一辈梁竹考古人就注意到了 这条长笼是人工堆注的 低坝系统的发现 将不完美的唐山和孤悬一鱼的高坝系统 联系在了一起 低坝系统通过考老山、南山、毛园岭 等自然山体和唐山连接 同时又通过西部低丘 连接到北部高坝群 最终构成一个闭合的系统 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 考古学家对两组水利系统 进行了数次取样 经国内外多家专业机构的碳14侧年 共获得11条水坝的29个数据 全部在距今5000年到4700年之间 15年我们做了一个解剖发掘 那么结果发现了两种文化的生活堆积 那么生活堆积加上碳14 这个双重证据 我们确认这个水利系统是两组 两组水利系统是迄今发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工程之一 两组先民为何要修建 规模如此宏大的水利系统 它是如何运作的 它和两组古城的关系 只是简单的防洪吗 古代水利系统与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 就设在两组考古工作站内 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与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联合成立的 双方的合作始于2016年 也就是两组水利系统考古研究成果 对外发布的第二年 一听说有五千年的土吧 老祖宗 对吧 我们也搞水利院校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来了解 这个当时的土吧到底是怎么建的 所以第一反应是这个 来了之后才发现 哇 很了不起 这么大规模的 就是即便在现在看来 也是令人惊叹了这么一个大的工程 当时是怎么规划 怎么建设的 所以让我们非常的这个 很震撼 就是很想把它搞清楚 希望能够从这个全面的角度 来认识我们当时古代水利的 两组石头那个辉煌 水利专家介入后 展开了对两组水利系统的踏刊 调研 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计算 分析 加之专业知识储备 为水利系统的考古工作 提供了新思路 新线索 导致了新的发掘成果 后来水利专家跟我说 他说你这么多的坝体 如果没有一红道 是不成立的 那个水不停地往上满 它最后一定要慢坝的 他说你仔细去想一想 两组人有没有可能 利用那个自然的山谷 那个山谷的那个谷底的海拔呢 它比那个坝要低个一两米 因为一般的一红道 它就比坝低个一两米 后来他们就帮我这个 测算了这个坝坝高 就是恢复了5000年前的坝高 这样我就容易了 我就可以用GIS 我比这个坝低50公分 低一米 低两米 低两米五 我只要设定这些点 我让我这个高层模型上面 让这种点用不同的颜色 标示出来 后来我们就在这个高坝的东区 就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一红道 不仅仅是一红道 事实上 通过大量的试验和分析 水利专家发现 两组水利系统在营建技术上 诸多细节都令人惊叹 两组先民对水文 地理 气象 测绘 材料 建筑技术的认识和了解 被大大嘀咕了 四个堤坝 坝顶高层都是十米 乍听 这好像没什么 其实 却隐藏着极大的智慧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它不同的地方的 地基条件是不一样的 有的地方低 有的地方高 然后有的地方底下有很厚的淤泥 你比如说像鲤鱼山 底下有十几米厚的淤泥 我们当时到现场去 调研过那个现场的居民 底下打井 打了九十米深的井 还没到底 还是淤泥 非常非常厚 而其他的有的地方 这个坝底底下 淤泥就很少 但是在这些地方建的这些坝 最后坝顶高层都是一样的 而且是一次填成的 就现在这些坝都是一次 不是填完了之后说这个沉了 然后再往上填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次填好的 也就是说它填出之前 就预计到了这些坝底 能产生这么大的压缩变形 它知道这么个概念 而且在软的土上沉得多 硬的土上就沉得少 它这些经验都有了 所以当时古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食物 梁煮高坝中的一个 今天成了当地人 一个清幽的去处 梁煮水坝的坝体材料 非常适合种竹子 这里的尤其美 竹林将哑铃形的水坝 描出一道优美的湖线 不过 只要将被封堵的排水孔挖开 食物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五千年前的两主仙民 在不同的位置 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 蓝续出近14平方千米的水面 总库容 4,635万立方米 比西湖还要大一倍 这个超级水利工程 只是为了防洪吗 经过考古专家和水利专家的共同努力 终于还原了两组水利系统的运转原理和功能 11个人工坝体与自然山体结续 形成两极水库 下游水库的蓄水水面 正好能抵达上游高坝的坡角和唐山的渠道 上游水库涌水上速距离达三千米 正好抵达大遮山山角 由此形成的两极水库 不仅可以化解西部山体的巨大洪水 而且结合自然水系人工河道 形成了一个自山脚道古城的 畅通无阻的水上交通体系 由于所处地区的降水季节性差异大 两组水利系统还有西续东调的功能 保证了古城及周围地区的正常用水 涉及区域达100多平方千米 两组水利系统是一个具有防洪 蓄水 交通 调节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工程 全面的侧年揭示出 两组水利系统只是一项超级工程的一部分 墨角山宫殿区 它应该是跟返山摇山 这个最早期的这批贵族是同一个年代的 然后那个三平方公里的这个内城圈 也应该是同时期的 那么包括水利系统 我觉得这三大部分应该是同时期的 那么这个外锅城 我们证明它差不多是晚期形成的 那么因为在这个随着城内住不下 那么就逐渐地往外发展 往外发展的外锅城我们解剖下去 它的底部那么都是这个有两种晚期的 那么这个证明它是晚期修建的 是比较合理的 就在这个5000年前 它把这个100多平方公里 做一个统一的规划设计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也就是说 梁祖古城和梁祖水利系统的千年格局 是从一开始就规划设计好的 事业之宏大 绸缪之深远 凸显出梁祖古城的都城气象 一个超级工程必然对应超级工程量 仅堆住土方量这一项 水利系统 内城墙 内外城台地 墨角山台地 就共计995万立方米 从我们考古发掘来看 那么这个水利系统 包括城墙 包括它的宫殿 那个墨角山的堆住 那么应该是 我认为应该是在短时期堆起来的 这就是用来制作草果泥的毛底 在本地的沼泽湿地中十分常见 草果泥是两主堆住工程的重要材料 科学鉴定显示 草果泥中的毛底有开花的现象 毛底在秋冬季开花 由此可知 草果泥的制作 工程施工也应在秋冬季节 这与中国东修水利的传统十分接近 根据实验考古测算 一立方米土从开掘 运输到堆住完成 大约需要三个工 因为是季节性施工 所以按照每年一百个工作日计算 一万人需要近三十年 才能完成上述堆住工程 这个时间显然不够短 所以参与工程建设的人数 一定远远超过一万人 我就说这些人修成的人 不会都是在梁祖城里面的人 他是在梁祖文化 他所控制的范围以内 那很大 包括现在的台湖 整个的周围 江苏南部 浙江北部 这就证明他有很大的权力和能力 来调动这些人来 能够在整个梁祖文化范围内 调动大量的劳动力和社会资源 并能做到另行禁止 管理有序 保障有力 高智高效地完成这些庞大的公共工程 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 有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 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所以在梁祖八十周年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的标题叫做 梁祖古国文明齐化 文明齐化 我就说梁祖就是国家 没有国家哪能干成那个事 这是在位于梁祖遗址群南原的 汴家山遗址出土的一件 陶制屋顶模型 屋顶坡度较大 富有茅草 木船交叉深处 有些还设有气窗 彼时 梁祖先民在人工堆住的台地上 在颇还体宽的内外城墙上 安家落户 梁祖古城内 自然河道 人工河道 内外城河 彼此沟通 形成密集的水网 一夜偏舟便可畅行无阻 河岸以排列整齐的树立木板维护岸 船只可直接靠步在岸边 水路纵横 周急穿梭 临水而居 污涉相望 五千年前 古城平民的生活居住模式 于今天的江南人而言 亲切如孩童时的记忆 甚至有专家认为 江南是中国最富庶和发达的地方 这个格局自梁祖时期就定型了 梁祖古城不仅规模空前 三重结构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 三十万平方米的墨角山是工城 四面城墙合围出三百万平方米的黄城 内外城墙之间的是外国城 后市都城多言用此结构 工城和黄城表现出的中轴对称 为后市所推崇 对建筑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梁祖在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消亡 但它的基因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机体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就是一个不断融入不同文化先进因素的 多元一体的过程 梁祖古城的发现 梁祖水利系统的发现 超出了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 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识 我们对古人的判断是有着误区的 有着我们现有知识的结构 我们的认识的一个降低的一个判断 然后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古人的这样这么发达 所以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是解放我们的思想 然后我们才会有更大的眼光 去更大范围去寻找去发现 大家会有нутрь的感觉 我们的观点